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6月2号 6月3号星期四 今天怎么样 其实你昨天看指数OK 其实前天我就说 昨天我复盘手就说了 你从赚钱效应是最能感受到 因为为什么呢 赚钱效应是比指数要先早出现的 在前天的赚钱效应就已经差了 那昨天如果收手的话那是高高手 那今天管住手的话 那也算比较合格的吧 对吧 今天我 昨天我就说了 我大盘不过3630 不放量过3630 我是不会再做操短了 对吧 那你今天看这个盘面 如果今天有操作的人 你是不是觉得今天还是没有任何操作比较好 对吧 做操短就是怎么说呢 抢人家帽子嘛 大盘好的时候 第二天会有 总归会有钱来给你买单 大盘不好 那么谁来给你买单呢 没人给你买单 那你不就只有给别人买单吗 对吧 所以现在不用看 他这个上针指数啊 你看上针指数 感觉好像上针指数在3580 这一代可以撑住 但能不能撑住 这谁都不知道的 明白吧 他能撑住最好 反身向上 过3630 对吧 那我继续跟你找票 跟你去 不能向上 那我就等 就想等 就像那天 现在的做法 他就像怎么说呢 和那天 和那个 2021年 金银年的 1月26号 这根印线是一样的 这根印线出来以后 你就觉得不能做了 对吧 但什么时候 创新高 过3637 当时 对吧 那后面一点 又来跟上吊的 小阳线 好 后面走岔了 对吧 一直到那个 2021年2月9号 这根印线出来 那么又能做了 能做几天不知道的 对吧 我这个方法 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做什么票 现在 现在你不要找 等差不多有苗头 感觉要 突破新高了 你晚上再找一条票 也来得及 最好是周末 那能找得更好 更详细一点 对吧 好吧 我说得很清楚吧 今天有什么要说的吧 让我看看 有什么 小知识点要说吗 金刚玻璃吧 你看跌幅榜 金刚玻璃这种票啊 它就是完全空盘 从日可以 先让你看得出来吧 应该能看出来啊 完全空盘 你然后再看 它的分时 也是没人走 没人玩的 就没人陪你玩的 对吧 这种票就不要去玩 它说跌就跌的 对吧 这种 有时间给你出来 还算好的 没时间给你出来的 多了事啊 一字跌停的 多了事啊 对吧 今天还有什么要做的 今天我其实觉得 没什么要做的 中长线啊 我觉得没问题的 整个中长线 我依然是非常看多的 为什么 昨天已经说了 虽然我们现在的 那个高低差 是差别很大的 就是高的票很高 低的票很低 但是切换 依然在进行着 就是特别现在 创业板20厘米 这个创业板 为什么会跌的 比前面还要凶啊 一个是 没人玩是一个 另外一点呢 现在这个制度啊 就是有20厘米 这个制度在啊 不怕的 你跌得再凶 我四天就可以翻倍 十天就可以创新高 所以说 现在的阻力 就更 更肆无忌惮地做了 其实20厘米 对于散户的 伤害力更大 以前10厘米 还有点 对吧 保护 20厘米的话 伤害更大 他如果什么时候 说30厘米 50厘米 那就没有 等于是没有 涨跌幅限制了 对吧 那就更搞笑了 搞起来 完全要搞起始了 你这时候 再去打板 大家都20厘米的话 你打板 你现在去打20厘米的板 你敢打吗 对吧 不敢打的 好吧 今天主要是说这些吧 超短这两天 反正我 小圈里面 今天没什么推荐的 我自己模拟 对 你那个可以做一些模拟盘 同化顺上面 都有模拟啊 我今天就模拟 去买一些票 今天买的票 模拟买新价 和收盘价是一样的 和昨天是一样的 昨天买的票 今天早上两个点割掉 亏两个点 结束 对吧 不割的话 我也不知道它会怎么样 对吧 所以说风险要控制一下 亏亏两三个点 三五个点 赚 赚十个点 二十个点 甚至更多 那看行情给不给力 对吧 这就是一个超短 应该有的一个 一个节奏 对吧 好吧 那么 小圈的话 我还是说一些票 说的票呢 我都跟大家说 我不买 说明白了 我不买 但是这些票 如果是在行情好的情况下 那应该是冲高 甚至涨停的 但是行情不好 那就可能保本 甚至小亏 其实就这么简单 玩的就是人性 为什么呢 因为行情好的时候 这些票 它的形态好 跟的人就多 大家都会懂得看形态的呀 特别一些基金经理 跟进来 你跟我跟你跟我跟 人性 这个火焰就点燃了 那就分版了 对吧 行情不好 你也不跟我也不跟 你也不跟我也不跟 你里面的筹码再一松动 好了 大家都完蛋 破位 对吧 就这么回事 玩来玩去就是玩人性 好吧 今天就这样吧 忍一忍吧 过3600赞 大家再玩 拜拜 要开户是可以开的 免费的 开户是免费的 时常最低班1.2 拜拜